所以有天要看到 他們有個綠色港部的研討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看要這個keyword去網路上查 那查了之後有些只是簡報檔 他們有完整的資料 但是你會看到出不出目 那譬如說交通部 或是什麼港務局 就打電話去跟他們要 基本上他們都會給 因為這沒有什麼機密 不牽涉到機密 如果不給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技巧 譬如說我們報導上有需要 那如果你們可以提供你們的資料 那我們的報導也比較能夠 完整的去說明他們的立場 我想大家都會喜歡這樣子的 我真的很完整的說明他們的立場 然後那個採訪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也是都會透過媒體的諾人 除非說很熟 有幾個單位都很熟 特征中心 或是國家公園組 還有就是那個 林務局、林事所都很熟 那當然就沒有問題 可以就直接入林火區都很熟 我會直接可以找 不過我是 我覺得我在這種資料的收集上面 可能真的有花一點時間 譬如說我可以收到 每個國家公園管理處 還有林管處的新聞稿這樣子 那我花很多力氣去要 那台北 我最近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內部媒體名單 然後最有趣的是 以前啊 我就要求過 那時候是豪龍兵當市長的時候 然後回答我說 我們新聞稿只發給特定的媒體 譬如說平面媒體還是什麼 他有講 然後就說你們不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你們要看我的新聞稿可以上網站 他不會他不寄給我這樣子 所以現在換了市長之後 一通電話 我所有局數都可以收得到 這樣就差很多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現在這個環保局的局長 是以前北最選戶的劉明董劉局長 那他其實是 他在這之前在動物園 他說他是那個保育出身的 然後呢 就是他就會 我就有機會 他一聽到我是環子的記者 他的那個秘書 就來 就非常熱絡 然後就說他們局長會被交代 一定要 每天要看環子的記者 對 那所以我就 還蠻會忌恨 趁這個機會 就趴在你前 只要我說的話就說一次 然後就跟我說 不會啦 現在換了市長 但那個專委頭腦有關 所以你說能夠怎麼樣呢 就這樣子 所以透過媒體連絡人 然後 我是覺得建立關係是 就是一邊走一邊建立關係 那個是需要的 對 那那個關係的深淺還是會影響 還是比較 就是說彼此 其實那種所謂的關係 就是信任感這樣子 譬如說 我為了寫那個 學股線纜車這件事 就是唯有跟台中市政府的官吟局 有交手 然後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我寫那個 學股線纜車 我其實還批判的力道還蠻強的 但是這個部長好像每次接到我電話的時候 他都會說 你手下留情這樣子 我就說你如果寫錯啊 你可以來告訴我 一定會更正 他說你寫的都沒有錯啊 就是那語氣可以手下留情這樣子 所以我剛才用資料他還是會給我 就是說你知道嗎 他就是那個分寸 你在大家就是那種 你只尊重還是有的 就是你不是亂寫嗎 對不對 你是有所本嗎這樣子 那 換了市長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不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 不要來講也是送給一口氣這樣子 所以那個資料的部分大概是這樣子 我曉得 然後好像上次啊 其實我要採採訪是港湖公司的 通常我都會找發言人嘛 那後來就是那個工程師他回電話給我 其實我覺得有點抱歉這樣子 我最近想說 最近有新版的那個殺菌年紀 我要送給他這樣子 然後想說內衣要提什麼 多讀點書 還是什麼 哎 放下舞蹈 你第一次 對啊 你對白海很好一點 可是我叫你有點不好 好 就大概是這樣子 嗯 不曉得有沒有回答你問題 對 因為齁其實 環市對很多部門來講 真的是很小的媒體 我一開始當記者的時候 還有那種很明顯的那個臉上 就露出那種 你是什麼 這種感覺 你其實也是 也是很受傷啦這樣子 對 可是後來我覺得說 嗯 我就是用自己的報告 讓你認識我這樣子 對 所以齁就是 等等大家做這個工作 要很認真 然後不要擔心別人對你的看法這樣子 好 我們就談那個 我的經典部門 然後齁 我就剛才提到 社會對話性是個報告領域 然後那個主流化 它其實是個價值觀 就像性別主流化一樣 你齁今天報告裡頭 如果比如說哥 柯明每次講錯那種性別 他每次講性別一定中獎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女性團體 就一定拔批一頓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說就是性別主流化 在我們這個生活已經普遍被接受 而且都知道說 即使你心裡不認同 你在那個什麼政治正確上面 你也絕對不會表現出來 那我們也期待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能夠閱讀主流 然後成為一個 我們整個主流社會檢視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原則 那我齁 我要那個臭屁一下 就是我上個月 我就參加那個記者會 就是林務局要辦的記者會這樣子 然後就遇到那個局長這樣子 就是黑面皮膚的 然後就林務局局長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就 他可能是客氣 看到我就是跟我說 他覺得 他就說你報道寫得很好 他覺得很到位這樣子 然後呢 聽了當你到底很開心 沾沾自喜 他就問我說 我是學什麼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我的答案 會讓大家覺得很開心這樣 因為我沒有相關的背景 我學的是社工 而且是你不精喘的學校這樣子 然後呢 我只好就是 我不是這種相關背景出身 我也不是記者 媒體也沒有受過的方面訓練 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自然教學方面的訓練 完全是一邊做一邊學這樣子 然後如果表現還令人滿意的話 那應該就是 就是說 我的動作環境體 都給我很多的機會 那這個部分 是我覺得滿幸運的地方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媒體不見得 他可以讓你寫這麼多生態領域的報導 然後呢 嗯 而且我還是中年入行 就是 中年要讓別人覺得那個 學習力已經下降了這樣子 可是 我就是滿幸運的 就這樣子 不過喔 我有補上餘區 我有跟老林補上餘區 就是說 我覺得林務局真的培養我 該給我很多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後 過去可以再提一下 那我自己本身是學社工的 而且我就是 做社工做了十幾年 之前在2012年 又有人聽過我的演講 我就有稍微提到說 我怎麼樣把我在社工學到這些東西 轉化到記者這件事情上面 欸我不是只有學社工而已喔 我真的在社工實務做了十幾年這樣子 那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社工服務弱勢對不對 社會資源很缺乏的人 然後2000年的時候 那是網路開始興起嘛 然後大家都有機會透過網路 知道很多事情 那BBS上面常常就會看到那個環織 環織那時候 大概剛成立2000年的時候 就想要轉一些他們的報導 然後都跟環境有關的 然後我看了都覺得非常驚訝 特別是對2000年的時候 特別對那個什麼 歌棋的這件事情 歌棋 為什麼 因為我的手 鯊魚歌棋歌尾這件事情 特別有感觸 我就想到說 哇 這麼美麗 然後這麼大 這麼巨大的一個物種 居然呢 就是這樣騎尾被割掉之後 就讓它 對 掉到海裡去 然後就這樣子活活活的 它是怎麼死的 淹死還是怎麼死 淹死 淹死 真的 就很殘忍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 我那時候就非常有感觸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服務的 我那時候做的是早留 我服務的對象是 身心障礙的小孩 可是不是每個身心障礙的小孩 都需要社工的服務 是說他們除了有個身心相加強 他的家庭經濟能力 或是說支持功能 比較不好才會到我這邊 那說實在的 其實真的是在我社會上 算是相當弱勢的 可是我看了這一報導之後 我在發現說 天哪還有比這個更弱勢的這樣 那我覺得說真的是 生態的現況是更困乏的 我真的用這樣子來形容 那時候啊 因為這個部分 我對文字又非常的有心 我以前在南部工作 就是做了十幾點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開始蠢蠢欲動 想要做文字工作 然後也想要投入這個更慘烈的 的佔局裡頭 我真的覺得環境 而且我現在做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個情況沒有 有應該是有改善 可是很難察覺 我覺得環境的議題 在台灣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很艱困的議題 還是很貧困這樣子 所以我在那個 2003年來台北 然後想說有沒有機會轉一支工作 然後希望可以做跟保育相關的 可是我一直 我一來就接觸環資 可是我這七年後到2009年的時候 我才開始 洪瑞翔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當記者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想當記者 所以我要澄清一個說法 就是我不是因為中年入行想當記者 然後選擇了生物多洋性 這個為我的 我的那個運動 我在講什麼 我不是因為我中年入行 所以生物多洋性好像比較少人 所以我用這個入門的話 對我比較有利 我不是用這個角度 在做這件事情的 對我來講 所以我想喔 是因為我會想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當記者看看 然後我只是想做文字工作 文字工作有很多同方式 可是 他邀請我做這件事 然後我做了 我覺得說 欸蠻好的 所以他就成為 我覺得我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服務生態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好就這樣子 欸然後今天要說什麼呢 好我想喔就是 我自己的經歷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欸 我剛才有提到 我覺得環境是比我 我以前做這個 我感覺是更 更 對 更匯榜的 然後呢 我以前很喜歡看書 然後我2006年看一本書叫 《漢衛生命斯皮拉》 我在2012年的時候 有介紹過這本書 看過了一舉手 然後其實講了 那個喔 斯皮拉他本來也是做勞運的 後來呢 他轉頭到動保 他是做動保 然後做得非常相當成功 那他一講了一句話 真的是與我心有其其言 他就說齁 畢竟是個人的社會 在弱勢的人都可以為他自己發生 可是這個動物呢 他沒有辦法講人的語言 他沒有辦法為他自己發生 所以是更弱勢的 那對我來講就是 生態啊環境也是一樣 是沒有辦法為他自己發生的 所以真的是比 真的 就是支持我很好就是 沒有在做勢工正義士道 我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呢我在看他過程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生態呢 不是那個喔 欸環保的熱 熱熱熱熱 你知道嗎 很激烈的分子 就是中產階級 那我 我完全不是 我覺得不中產 所以彭麗想來說 欸任何人收入要超越我很容易 任何人收入要超越我非常容易 這樣子 所以我絕對不是中產階級 那我也不是傳統 團體出身的喔 大家都已經知道我的背景這樣子 我純粹只是怕死 因為我覺得 欸 我就覺得說我們的同胞好勇敢喔 前夫後妻猛烈開怕這樣子 可是我看了就很害怕 因為你如果看越多資料 就會知道說生物剛性的這個 這個生態孤工人的喪失 對我原理評價真的很大 譬如說桃園劈塔 我就會最近就會在寫禮三昌一 就有提到這個消失的地 林地 就在講這個坪塘 你看它坪塘喔 一直天平喔 然後大家只會覺得說 欸我附近的景觀改變了 以前是很自然的那些農田啊 然後現在變的是一些建築量體 而且呢 對於外來的人喔 外來住進來的人來 他沒有什麼感受 只會覺得說天氣越來越熱 可是對當地人來講 那個感受應該是很深的 皮糖喔 還包括一些長迷的生活記憶等等這些東西喔 可是因為一直工業化 然後一直開花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好 我2004年其實就開始在跟 就曾經在那個環子做過一陣子啦 從網邊開始做這樣 那我一開始喔 記者的時候也沒有特別說 反正就是做環境嘛 也沒有特別說是針對生態這個部分喔 那只是說 紅綠祥他很會提醒我說 欸我們好的讀者有一群人是靈務局的人 你有時候是不是也寫一些生態方面的報導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開始去接觸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喔 其實是寫動物保護 動保是不是很很很 動保是不是其實蠻重要的 而且到現在還是 這個議題還是齁 需要持續關注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就開始從動保然後踏入到這個暴育 然後我有發現說 欸這兩者其實是不一樣的啦 是不一樣的 說重要的話我覺得都重要 但是他是 他觀點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其實齁應該要怎麼說呢 我之前有提過說 我還沒當記者之前 其實我寫過死國家公園的專欄 所以在寫專欄的時候 一定要切一些 找一些議題出來寫 那時候我的編輯呢 他會跟我討論 然後他會指定我去寫什麼這樣 他甚至還會告訴我說 欸大綱大概是什麼 然後我就很容易寫 也許就是因為有人這樣子帶 所以我大概就會知道 其實我覺得那個 去加碰內容這件事情 是我這一兩年來齁 才開始比較好 才開始比較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比大家的主題 我覺得保育的主題是非常的抽象的 你要寫到讓讀者有感 覺得有切身感 難怪我的寫生物 都要去每次都 都沒有人要看 因為實在太抽象了 那那個真的就是 就是很可惜啊 因為有時候 你這個主題一直寫 一直寫題我不會看 你可能做一次 你就只有這一次 這個時候 這半年來可能 就只有這次寫這個主題 裡面有沒有好的把握的話 那真的就 對啊就錯過了這樣子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開始寫這個 我就開始接觸這個保育的議題 然後開始寫 我想想看我一開始是寫什麼 不太記得 對不起 反正呢 就是 反正呢 就是 因為 他會 他會 會想這樣子建議我 然後就開始注意到說 哦 原來還有這一塊 那其實呢 寶玉是非常有趣的議題 譬如說 我覺得提到十五啊 或是台灣黑熊啊 就會有那種 龍奴與共的感覺 很快就會引起那個讀者 他的那個共鳴這樣子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也覺得 這個部分我還沒找到一個 還沒有找到一個解答啦 就是說 像有些報導寫 我寫那個 三億萬環道報導的時候 就很多人 看起來很多人轉這樣子 可是呢 因為這畢竟是在網路你知道嗎 網路齁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究竟是不是有這麼多人 那些沒有接觸網路的人 有多多 然後他們究竟有沒有機會看到 那這個部分我一直都不曉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摸清楚那個輪廓啦 不過就是盡量這樣子 那你做久了之後 就是大家就會開始對你有影響 對你有影響 所以我到這一兩年來 常常都是有人來告訴我 就是說請我幫忙寫報導 這樣說好像很奇怪 就是說他也沒有付我錢啦 可是就是 意思就是說 他會覺得說 他們這件事情 需要媒體幫忙 那希望找我幫忙這樣子 譬如說那個 其實我本來並不知道有 我跟大家一樣 我也不知道說有 苗栗那個外反道的這個 我這件事這個開放 其實我不知道 那透過那個美丁 他告訴我 然後他們他在苗栗喔 他本來是一個食物的研究 研究者 可是他除了研究之外 他覺得防御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 他就到苗栗來定居 就住在苗栗 然後就開始就當地的社區 開始打入當地的社區 參加巡守隊 所以他現在喔 不是就有一群人要做食物理嗎 就是受他影響 所以他要做食物理 然後就是他來告訴我這件事情喔 然後給我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就會提供一些基礎的資料 基礎的資料 那包括就是說這件事情的始末 那當然這些資料 一定是要咀嚼過的嘛 然後就是 就是把他們去整理的這個前因後果 可是這樣子夠不夠 這是一個觀點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開始去查 就說喔 因為他們現在的戰場 是在環評大會上面 所以我就上去那個環保署的 有幾個網站裡面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熟悉 特別是你要做環境報導 譬如說那個環保署的那個環評的會議資料 那個是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大概兩個禮拜前就會掛上去了 而且開發單位也一定會提供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規定 他們就知道什麼之前呢 我們就要送件 在什麼會議之前多久就要送件 那送件呢 他們就會掛到網站上面 所以你聽查得到 所以我寫那篇報導的時候 我是把那個他們的環評會議喔 他們那次已經是 好像是大會之前的 就是說專業小組現在已經做成學役了 我記得是這樣 所以呢我就把那個 那個每次的會議紀錄 不是只有看環說夫喔 他還會掛上那個每次的會議紀錄 我就把它找出來看 然後看了之後我就發 我就說欸 那什麼這個環評委員當中 他們的意見是什麼 我就發現說欸 環評委員特別是主席 就是張學文導師 就非常堅 他就非常清楚的表達 說這個開發 絕對不能危及失誤的欺避這樣子 所以呢 我其實我那篇報導 只是把我得到的資訊 還有把那個環評的會議 全部整理一遍 我只是做這個整理的動作 然後就發出去 然後因為你整理過了 然後用比較簡單的 你剪輯過了 用比較簡單的語言去述說 所以讀者很快就可以知道 紀錄狀況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不是每個人 他都有辦法就是說 正耐著性質 把那個環評的環說書看完 而且還看會議紀錄 而且他就是看了 也不見得能夠完全了解 那為什麼我們會 因為我們熟悉啊 就常常在看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架構是什麼 然後這個會議當中 誰大概他們說話 他們那個哪些人講的話 大概是有什麼樣分量 大概都比較清楚這樣子 所以就做成這個報導 所以有時候其實 現有的這個資料就是 你達到一個議題的時候 一定要先去找現成的資料 要別人怎麼報導 然後已經說過什麼這樣子 然後有些哪些東西 是沒有被交代清楚的 那也許那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延伸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一開始的時候 孩子在這個部分 他們訓練我 這個部分他是 真的是有交 就是有講 就是說 要先去看別人怎麼寫 然後這個議題 大概有哪些的論述這樣子 然後呢 你要揭秘你的口袋名單 所以我齁 欸我都 我有一群顧問 我有個顧問名單這樣 可是當事人往往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說 哦原來 我把 我是把他當成的顧問 只有少數幾個啦 我還有首席顧問喔 對就是那個 消息最靈通人 就是首席顧問這樣 我大概從2009年的11月開始寫報導 然後我最近啊 因為要準備這個講稿 又回去看我以前寫的報導 然後我就發現說 欸以前寫的還真的是 對啊 改善空間很大這樣 現在也是啊 譬如說我昨天去參加那個水利署的 那個什麼節水的 其實後來就發現說 那真的是一個新的議題喔 真的是 真的都是要 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跟跟語這樣 不然你寫的就像 真的像小姑娘一樣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了不了解那種 那種感受 就是說水利署有他獨特的語言 然後他們的一些 嗯做事的方法 還有那個 對事件的那個 嗯描述的方式 啊那個都是 要重新去理解的 否則喔 你很容易就會 掉入他的陷阱裡頭 就會按照他的畫 他的語氣去理解這件事情 他的部分齁都是需要 嗯 所以以前啊 那個淑娟啦 一場會 嗯 有位非常自身的獨立媒體記者 叫朱淑娟 那常常會跟我說 就是 嗯 議題不要 就是說齁 寧可把一個議題跟引得深一點 不要 就是貪多角不爛的意思 這樣子 所以幾個議題號的 可是 環織就是 還是很多議題需要那個 需要有人去 去關注這樣子 好 再來呢 我們就要講 欸 我不知道說齁 在那個 欸其實我這樣說也有 好